美国北约围攻猛烈,俄罗斯会像苏联一样再次解体吗? 在二战结束之后,很长时间内美国和苏联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,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,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大部分一波,但却不足以和美国完全抗衡了。 俄罗斯也压根容不进美国带领的欧美圈子中去,现在的北约在美国带领下,全世界围剿俄罗斯,那么俄罗斯会不会重蹈覆辙,像苏联一样解体呢? 首先来看,美国现在的综合力量相当强大,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如美国一个州大,更可怕的是,整个北约都团结在了美国周围。 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,在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,整个欧洲国家都如临大敌。 东欧国家都提高了防备心,波兰军方甚至提出,拿出20亿美元来建设军事基地和生活配套措施,要求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波兰。 所以,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,那就是再次肢解俄罗斯,就如从当年苏联解体一样。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,俄罗斯民族比较单一,虽然俄罗斯少数民族也有很多,但是作为主体的俄罗斯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,而且他们民族主义情感特别充沛,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,没有分裂和解体的文化因素。 再一个,俄罗斯军事力量还是排在美国之后,牢牢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,俄罗斯的常规武器虽然和美国差距比较大,但是俄罗斯的核武库却是最厉害的战略威慑,在核武器的威慑之下,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北约军事同盟国,都不敢冒险动物。 这也是现阶段欧洲国家寻求自爆的原因,反观美国以往的战略也不会擅自出兵,美国的策略是不断地威慑俄罗斯,最好挑起军备竞赛,在竞赛中让俄罗斯国内经济崩盘,进而政治动荡,最后自行把解,和当初和平演变苏联,使得苏联解体战略一致。 现在俄罗斯最大的困难其实有两个,第一个是经济的持续低迷,工业体系依然是苏联老本,新型经济基本没有任何发展,除了军工产业出口之外,俄罗斯甚至沦为了一个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类型的国家。 经济的持续低迷和缺乏创新性,使得短时间之内俄罗斯不可能有大国重新崛起的经济基础。 第二个问题更要命,那就是俄罗斯人超低生育率,无子化和少子化,使得俄罗斯人口锐减。 作为世界第一面积,一个国家几乎相当于半个亚欧大陆的国家,人口锐减如此厉害,才是俄罗斯最危险的事情。